妳喜歡什麼樣的外型的男人 外型我沒有什麼 就不要長得太糟就好了 不要這樣嘛 身高也無所謂啊 我那麼矮還挑人家 那不一定啊 你條件這麼好對不對 對啊 沒有啦 我不太... 我覺得我是一個 很大對不對 對… 改變出來 白目 你不要站後面給我放冷靜 我跟你講 下一次的戀情什麼時候展開 這就是典型的白目記者問 對啊 這 你知道嗎 這很好笑 就那個 就是問我說 阿寶你這裡有比較男朋友 我說沒有 蛤 你已經空窗期很久了 我說空窗期很久 有多久 好幾個月了吧 我說那你是叫台灣單身女性 都去死是吧 對啊 不應該這樣問 應該這樣問 阿寶 你人情情深已經很久了 不應該這樣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你還記得他是怎麼追到你了嗎 他不真的幾招嗎 哇 贏不了贏不了贏不了 講一下 比方說我印象很深的 比方說 有一次我因為工作 沒有辦法去看一個演唱會 可是他去了 然後他就會在那個演唱會 Encore的時候 然後打電話給我 然後就也不跟我講話 就直接讓我聽那個演唱會 最後一首歌這樣子 哇 小子蠻賊的 就是他會記得你喜歡什麼 對 就算你不太 就只是透露一點小小的訊息什麼 他都會記得 而且他會竭盡所能的 幫你達到你想要達到的願望 這叫做用心 非常用心 小阿你應該也都會記得對不對 比如說女朋友喜歡的什麼什麼 不要在節目上承諾任何事情 將來沒做到就慘了 什麼意思 到底會不會啊 會 像我沒有那麼浪漫的你知道嗎 就近的 你會近的嗎 我會 你會 我會 真是 我也來不及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 男孩子用心的話 女孩子會感到窩心 當然 對不對 然後會 就會好舒服的感覺 然後這種感覺也不會收出去 那有沒有可能 複合啊 就像這邊 這問題他問的 跟我們兩個無關 對 目前看起來 我們的交集變得很少 所以 對 比較不太可能 我跟你講緣分很難講 對啦 我多怕你們今天把他弄來 你知道嗎 因為我知道你們節目很有辦法 我多怕你們 後來我知道了 他現在人在外地工作 對啊 不然本來要來的 你 朦朧的戲或者是 Kiss 新聞的那種激情的 你可以嗎 我談戀愛的時候不可以 現在可以 真的嗎 我不信 跟屈歐文演啦 不是跟我演 幹嘛臉都變 快哭了 快哭了 來 戀愛一下 你現在不行嗎 對不對 你談戀愛啦 不是 我現在可以啊 好 講現在可以什麼 我現在可以 那你 比如說你拍親吻的戲 你是可以拍像 比如說像屈哥那種 激動的那種 還說只能借味啊 說實在的 我只拍過一場吻的戲 哎呀 跟誰 跟一個內地的演員 叫什麼名字 我們不認識的沒關係 然後呢 就不認識 是... 然後 然後 我拍... 我拍... 還好那個戲是很苦的戲 而且是男生主動的戲 我拍的那天 我全身發抖 動都不能動 這麼興奮 不是 害怕 然後一拍完 然後我就開始哭 為什麼 我就覺得說蛤 被欺負的感覺 我就正式的晉升戲子系列了 什麼意思 就是原來我真的什麼都能拍了 那種感覺很...很快 那你跟那個... 那個...你那個螢幕初吻的那個... 在演的時候 就是唇碰唇而已嘛對不對 好 不是 蛇吻喔 舔片全身 沒有 在公園裡面啊 我拍電視 就蛇吻 就是真吻 沒有...沒有蛇吻 就是就... 他有伸舌頭啊 好像有一點對不對 哇靠 就你這種獲勝 你有沒有伸... 戲不好拍什麼 伸舌頭 我就...我就跟你說問僵啊 就是那種... 像那種好好的演員 就被你們這種的弄掉 我沒有 我只... 沒有 我只是太投入了 然後舌頭不小心伸過去一下 馬上又說回來了 廢話 伸舌頭當然會為自己找個理由啊 就是之前我跟蔡莎 我知道... 對啊 沒有關係啦 反正這個誰沒有過去嘛 對啊 你又不要這樣啦 對啊 雖然是影帝 哪一個人的舌頭不是 全窗百孔啊